裏面真的很多人 我們成為了節龍的最後一圖 嘩 超級大顆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很快又快來農曆新年 我記得上一年帶大家看過香港人搞的年宵 今天又到他們搞年宵的日子 所以又打算帶大家去看看 聽說今年的規模是比上年更大 另外我們也會出去吃一些好東西 聽說在Kings Cross那邊有一間點心店 是很多人排隊的 我們就去嘗嘗 我們來到了 嘩 很多人在排隊 我們遲了 現在是1點多 店舖的名字就是這個 結果我們等了一會發現跳龍根本沒有動過 所以就決定先去年宵 超級超級多人 超熱鬧 比上年好像更加多人 有這個2024年 農年的波波 做得挺漂亮的 我們進來了 很多人 現在這個位置跟去年那個位置是一樣的 現在有點賣湯包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東西吃 一家的包好可愛 它夾了一些日本的麵 在裡面 還有一些是香港的Fusion 麻婆豆腐 這個麻婆豆腐是 裡面是真的麻婆豆腐 好甜蜜 還有一些餅 最後我買了這個包 店主食以推介 讓我試一下它好不好吃 試一下吧 它的麵已經凸出來了 其實挺有趣的 炒麵夾到包裡 包都很鬆軟 炒麵有點鹹 挺好吃的 這個值得試一下 一個很特別的混合 你都可以試一下 把麵夾到包裡看是什麼感覺 我們現在來排隊買這個蜜汁叉燒包 漢堡 你看到這邊 叉燒 你這麼漂亮 拿了這個漢堡 哇 叉燒很厚 這個有多少厘米 有兩厘米 最少它的厚度 還有呢 是真的新鮮滾熱辣 很厚肉 不過我覺得可以再入味一點 它那個蜜汁 都可以再甜一點 因為蜜汁叉燒 我覺得也算是蠻好的 因為我沒吃過原舊叉燒 另外有的賣 因敗叉燒 就是幫你切好了 真的當作菜 像砂料一樣的 剛剛都蠻紅 7磅我覺得都蠻低的 那邊有寫大字 寫這個輝春 這個積的也很可愛 然後還有正式的 上年也有 這邊有很多魚蛋檔 小食檔 我們走完Hall 1 吃完東西馬上走出來 因為裡面都蠻熱的 它的暖氣都開得蠻厲害 裡面全部都是食物 我們現在就去Hall 2看看 有一個許圓樹 波波許圓樹 陰連線的油 都蠻有趣的 做到好像臨村一樣 室外都有這些小食檔 這些就更加多人排隊 我就不排了 不知道要等多久 這個價錢都蠻合理的 Hall 2就是乾貨類 有些手作或者服務 Hall 2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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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走完了 逗留了 可能都沒有一小時 裡面真的很多人 不知道在香港今年的年少是甚麼氣氛 不知道會不會都是這麼多人 但是這裡真的非常熱鬧 應該是除了倫敦的檔之外 應該有些檔口是其他地方的東西 香港人下來了擺檔 真的非常多人 還有現在還是很多人排隊 都入場 跟去年一樣 今年去的範圍多了一倍 多了一個購 是做乾貨類的 裡面是水舌不通 因為剛才乾貨道 簡直是拍不到影片 因為是迫到 是拍不到向前面 有很多揮春 然後有一些 我想在香港現在沒得賣 買不到的東西 就這裡還有得賣的 我覺得那些食物 好像今年是否便宜了 這些價錢 我覺得好像reasonable 一點 還有選擇多了 除了一些魚蛋 那些小食之外 還有一些麵類 即是煮食類都多了 所以來到這裡是可以吃飽飽才走 不過我們現在應該會再去挑戰 剛才那間點心店 現在的時間是多少 2點10 我們走到過去應該是3點多 希望沒有什麼人 我們現在去吧 結果我們回來 跳龍也是一樣的長 菜單就是這樣 不是啦 那些點心就大概 五六磅 那些七磅八磅 都是一些基本的 他不是說有一些很特別的菜式 但可能真的很好吃 我們成為了摺龍的最後一頭 他本身是想趕我們走的 但我們說我們都等了40分鐘 他就不忍心說我們走 讓我們進去 大家其實都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進去 因為他說他4點15分 接單 他5點鐘應該會先下場 然後6點才再開晚市 所以大家真的 我想最保險的方法 就是在他開門之前來排隊 他這裡就開12點 然後馬市就6點 大家自己爭取一下 可能要早45分鐘來排隊 我們終於進來了 他臨收工手腳都快一點 所以我們很快就進來了 進來室內 其實他也是一間很小的店 看回他整間店 都是坐到26人 所以其實他的容量不是那麼多 剛才一坐下來 就聽到張學友的歌 我們的蝦春卷來了 聽聞這個很好吃的 吃一下這個蝦春卷 很新鮮 而且很脆 忘記剛才的麥克風 收不夠到的 我覺得很餡 對 裡面很飽滿 滿滿的蝦 還有那些蝦肉是大啞 大粒 裡面很熱 很新鮮炸氣 所以即叫即正 蝦餃 我們打了很多蝦的東西 一會兒還有一個 蝦腸 這個蝦餃很大粒 它有整個醬油碟這麼大 我放在旁邊 看差不多整個醬油碟這麼大 很新鮮 看看超大粒 裡面全都是蝦肉 都是那隻很彈牙的蝦肉 新鮮蝦肉 我覺得這間雖然它的價錢 可能不算很便宜 有些再便宜一點 在倫敦吃點心 但它是用足料 每一盞都是蝦肉 第三樣都是蝦的東西 就是蝦腸 原來它裡面是做的脆脆 應該真的蠻好吃 糯米雞也來了 是兩隻大的糯米雞 我沒想到它每一碟都這麼大 剛才店員都說你真的好吃 我現在試一下這個腸 也是有滿滿的蝦肉 就是炸了的腐皮 包著蝦肉 可以做到脆脆的感覺 所有跟蝦有關的東西 都值得吃 很彈 很新鮮 嘗嘗糯米雞 這個蝦米香也不錯 是很香的 甜甜的蝦肉 這次我們兩人叫了四個點心 賣單是三十多磅 以這個份量和質素來說都算不錯 我們很快就已經回到家了 剛才吃的那間點心 其實整體來說這些東西是蠻好吃的 不過我覺得味道是偏鹹少少 你會保持著很想喝茶 但質素來說我覺得是OK的 所有東西都大大份 你會吃得很飽 第一次去的朋友 可能就不要一次過喊太多東西 因為我都看到旁邊桌 有兩個女生喊到整桌都是東西 最後要打包 所以大家可以分量去點 剛才跟店員姐姐也是香港人 聊天 她說其實平日禮拜六天 是早過十一點 就是她們開十二點 早過十一點已經開始有人排隊了 所以真的蠻誇張的 即是說無論你幾點去 都預算是要排一個小時才可以吃 所以大家就自己考慮一下去不去 我覺得質素是OK 但究竟值不值得排一個小時以上 我就覺得 有些值得上課的 我們會繼續去發掘一些 在倫敦好吃的點心 廣東菜給大家 今天的vlog就來到這裡 預祝大家 農年下大運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要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因為最近的影片的view數 實在有點強差人意 所以真的靠大家去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歡迎 我們下條影片